新北市原陈景定 邀集雙北捷運工程局 交通局及当地里长 共同到中和区景平路 与成功路口会刊 捷運环状线工程 让景平路进入了交通黑暗期 近期陈景定接获民众的陈勤 希望捷運工程 靠近绣朗桥的部分 陆续完工后 能够调整围离内缩 增加行车的空间 我们希望他们 把这个不必要的困扰 让用路人能够还给他们 用路的权利 除了驾驶人经过 这个路段的困扰之外 另外行人也常因为 人行道的13个变电箱 阻碍了去路 未来捷運若完工 将会有更多人在这里行走 新北捷運工程处 承诺将会一并改善 没有人行道跟自行车道 走起路来是非常危险的 景平路上面有13个 变电箱的障碍物 我们之前都积极协调 相关的管线单位 希望毕吉公寓 把这个相关的障碍物 那个退缩到 中央门口岛的高下桥下面 避免未来民众要求 我要人行道 造成他的行走 这样的不方便 经秀朗潮的捷運工程用地 还是陆续进行工程中 也有许多物料的堆放 如果因为围离限缩 让工程时间加长的话 更不是民众的心声 因此捷運工程处 也将把这些因素纳入考量 以最短的黑暗期为目标 希望尽快还给民众一个顺畅的交通环境 数位天空新闻综合报道